说到上节目或是拍戏 哪一个桥段或是哪一个台词最难背 不少演员恐怕对法庭的巨马 戏码都感到是非常头痛 不过如果找来是平时在议会上 滔滔不绝议员来演 会是什么样的状况 赵爱华 杨索黎两人互尬精湛演技 不过这还不故意找了议员们加入政局 或是一场法庭戏码 让议员们就大吃螺丝NG再NG 赵爱华 你可以保持坚默 不用违背自己的陈述 不用违背自己的想语 誓言法官一脚 平常镜头歧音这些议员们 总是机灵感应 偷偷不绝的为名喉舌 不过碰上真正的演戏 确实买烈灯 戴上粗光眼镜 洪建益坐在法庭上有模有样 不过和专业的演员比起来 还是略输一筹 台词都很像 然后不断有新的证人 物证 疑点 就一直一直啪啦啪的出来 所以其实背的时候就是 脑筋真的有点打结 议员客串嘎一脚 为全门的法庭戏码 天真几分幽默感 今天黎建华专业会台比采访 报道 在找到猫医院的法庭戏码 等会变得一次 如果我们联系走 他们还要脱了 然后才能脱了